3月初很多综艺节目都开始了全新的录制 跑南极限挑战向往的生活等热门综艺 都会在第二季度燃琴回归 极限挑战一如既往的从上海出发 黄国、孙宏雷、黄磊、王迅、罗志祥、张艺兴六支全员到齐 这也是首当没有人员变动的长寿户外综艺节目了 而节目中的口号极限挑战 这就是命 自己标志性的动作 都让很多人记忆深刻 极限挑战三季以来 六支成员已经培养出了很好的兄弟情谊 就连罗志祥的女朋友周扬青也是和孙宏雷的老婆王俊比也成了闺蜜 首战录制 节目组来到了崇明岛的农场崇明中学等地 和学生以及路人等一起互动游戏 传递温情 以积极向上的形象传递正能量 几天的录制完成之后 六支难得的聚在一起 庆祝全员的回归 王迅表示发红包就有高清涂炭 商机无处不在 也是很符合王迅节目中抠的形象的 黄磊也表示 六个人在一起就有吃不玩喝不玩聊不玩笑不玩闹不玩的事 大声地宣布我们回来了 有人注意到 聚餐中和哥哥们一起举杯的张艺兴 全程都戴着口罩 桌子上的一大桌子菜 要怎么下口呢 之后 张艺兴晒途表示 哪怕只睡一个小时 也要小聚一会 张艺兴现在同时 有偶像练习生等几个综艺要录制 也是分身乏术 此前 张艺兴就在录制节目时 多次因为注意太少 而在现场昏迷送医院 高强度的工作 也让身体吃不消 看到张艺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也让粉丝不得不心疼了